非洲猪瘟疫情严峻 亚洲地区继中国和蒙古国之后 这个星期越南也爆发了疫情 而越南往来密切的台湾 除了持续加强边境检查 跟寄出法经之外 有学者专家呼吁 要真正做好防疫工作 政府还必须落实 全面禁止除鱼养猪的政策 以中国为例 境内爆发的 81起非洲猪瘟疫情中 因为除鱼喂食 引起的就占了四成之多 不过国内养猪业主管机关农委会 对于专家学者的建议 有着不同的看法 究竟在业界 以除鱼养猪的必要性为何 它对防疫工作 又有着什么样的危害 一连两个星期 民事议员堂将推出 非洲猪瘟与除鱼的系列报道 带你一起来关心 我们希望说除鱼禁止养猪 这部分中央要紧述做一个执行 你不能等到说 我今天爆发完之后 你马上要去做应变 对龙委会来讲 除鱼养猪 你只要行个公文 你就是说情果尽竹 你就达到我的目标 但是问题是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 猪瘟是这里没错 鸡茶人员走进养猪场 只见露天争竹的厨余正在冒泡 地上满石垃圾 环境脏乱 环保署环境督茶总队 从农历春节期间开始抽查全台数百家厨余养猪户 就有60多家因为争主设备不合格遭到开罚 台湾传统的厨余养猪模式 在非洲猪瘟的威胁下 极其可为 来到养猪业者黄正祥的牧场 1900多头本土黑猪 全是使用家户团扇厨余来饲养 将一桶桶的回收厨余倒入蒸煮锅中 透过木材燃烧加热 维持中心温度90度蒸煮三个小时 完全符合规范 厨余养猪必须去把厨余收回来 收回来之后 它经过初步的杂物的挑选 再来高温蒸煮破碎调理的过程 才能变成我们的厨余饲料 蒸煮过的厨余 再加入豆渣 醬油破的营养品 做成了黑猪的每日大餐 目前全台养猪种数约545万头 当中就有12% 约65万头是黑猪 而吃厨余的就以黑猪为大宗 在台湾养黑猪来讲 根深蒂菇的观念就是 厨余没有经过生煮过的 的厨余饲料是 它养出来的猪 它的肉质是不一样 它的接受度是不高的 为了提升我们肉的价值 煮收水是我们 我觉得是一个猪养猪酷的一个自觉 我们是很愿意去做猪的动作 非洲猪瘟被学界视为猪支的伊波拉病毒 自2018年8月在中国辽宁省爆发疫情以来 从东北地区一路蔓延 三分之二个中国都已经沦陷 一海之隔的台湾只能不断提高防疫层级 自2月2号开始 针对中港澳旅客的首提行李 百分之百查验 只要查获违规 首次就开罚20万元 这个是我们检测出来 它的一个 会做出阳性病毒的这样的一个肉质 已经第一时间传递给越南当局 也传递给OIE 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 来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确认检测到 这样的一个会做出阳性病毒 中国疫情爆发半年之后 2019年2月15号 防检局在越南来台的旅客行李中 率先检出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肉品 与中国病毒猪吻合 四天之后 越南政府才正式发布境内疫情 我想以我个人来看 中国大陆大概10年20年 没有办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说要根除 那甚至有一些跟中国大陆 接两的陆路的国家 像东南亚 那更我想比台湾风险更高 我个人来看 可能也不出几年 都有可能让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遭到非洲猪瘟的沦陷 台湾不得不对 越南来台旅客的行李 也进行百分之百的查验 只是这样的做法已经足够了吗 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肉品进入台湾 又会如何影响台湾防疫呢 非洲猪瘟病毒 对环境的抵抗能力 非常地强 它在PH值3到13 然后这个环境都能够生存 所以一般的加工肉制品 或者是一般的环境 都没有办法把它给杀妹 所以为什么政府会禁止 疫区的加工肉制品 进口的原因就是在这边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规范 厨余必须在中心温度90度的环境下 蒸煮一个小时才能够消灭非洲猪瘟病毒 当厨余蒸煮不完全 就可能成为疫情的导火线 那因为这个非洲猪瘟呢 它目前来说 它并不会在人之间发生案例 所以人可能会掉以轻心 可是没有吃完的时候 它就会借由这个食物链 就厨余这个食物链 进入到猪群 所以变成在台湾岛内 最重要的一个传播的路线 将会是厨余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资料 在当地81起非洲猪瘟疫情当中 因为异地钓运而引发的有14起 钓运环境消毒不彻底 造成交叉感染的有35起 处于喂食引发的有32起 占了四成之多 疫情一旦爆发 台湾的养猪产业可能一系崩盘 农委会估计将是至少2000亿台币的损失 台湾养猪第一大县云林 经历饲养约150万头猪 占了全台三成之多 县府就在2018年底 全面禁止处于养猪 只要认为一个县市它发生猪瘟的话 那它就是禁止所谓的猪肉的部分 它生猪外送到外县市 那我想云林县有这么大的养猪 那如果发生猪瘟的话 那禁止运送到外县市的话 那事实上就是造成这个产业 本来就是崩盘的 所以整个云林县政府 当时在决策的时候 就是确定目标 我们就是全面禁止处于养猪 那也希望说 全台湾都可以站在防疫的角度 来全面禁止处于养猪 因为云林县是个养猪大县 云林县开了第一枪 却与中央形成不同调的局面 在还没有疫情之前 我们希望行细静静地 来处理这个处理的问题 所谓心细静静就是说 它如果能够把处理 做过适当的处理以后呢 让它不是一个传播的风险 那基本上它跟饲料养猪 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一部分我们必须要保障 人家就是用厨余养猪 业者的权利 那委会目前透过 击查辅导等方式 希望所有的厨余养猪户 都能符合厨余征服规范 但是截至二月中旬 能有五百多家业者不合格 形成防疫漏洞 您如何确定他会 振煮一个小时 您要怎么去击查 您叫荒报局 荒报局也没有那么多人力 我有办法在那边跟你待一个小时 跟你计时 那我人不在那边的时候 他会不会偷工减掉 即使有蒸煮设备 学者仍然就担忧 处于养猪 还是有交叉感染的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传统 就是属于高风险嘛 那你说要足够的蒸煮时间 的确有它的科学根据 可是是不是这个蒸煮 每一次的蒸煮 还有它这些运输的器具 载具 是不是都有弄干净 我们中间这些内容物搞干净的 可是我们那些外面的 外面的这些锅碗瓢盆啊 还有这些器械 有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消毒的设备跟能力 厨鱼养猪风险高 为何黑猪养殖户 仍旧坚持使用厨鱼呢 事实上厨鱼的低成本 与黑猪肉的独特风味 是业者不愿意改变的关键 很多的牧羽养猪的 牧羊 说隔了牧羽后 牧羊会大快 会比较多 所以他们心里会惊 因为比较多的猪去牧羊 就接受不较弱了 那一旦黑猪不用 不用厨鱼去饲养的话 它已经不是黑猪的风味了 那第一个就是成本的考量 再来就是它风味的改变 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养猪户担心 本土黑猪改吃饲料后 到了肉品市场 罚人问津 不过如果改变饲养的品种 养猪户的危机 其实也可能是个转机 来到彰化县方苑乡 养猪青龙镇御松的牧场 占地广阔 所有的车辆人员进出 都必须先经过消毒池 进到养猪场前 记者被要求穿上防护衣 还得先经过两道消毒程序 也要整个 郑玉松是猪农第三代 家中养猪场 曾经遭遇过二十年前的口蹄疫灾情 对于养猪场的生物防护 相当审慎 所以我们的猪就是让它一直吃啊 一直吃也不怕它肥 因为它杀出来的土地是漂亮的 郑玉松家的牧场 目前饲养上万头猪 其中有四千头是黑猪 破具规模 你闻那个味道 也没有说很臭啊 都是有一股那种淡淡的那一种 骨香味 不像是我们没有吃任何的 动物性蛋白 完全是素食配方 虽然饲养黑猪 不过黑猪吃的不是厨鱼 而是饲料 因为它所饲养的黑猪 是由蓄式所研发 由蓄式黑猪一号 和高蓄黑猪 交配而生的改良品种 一般的土黑 它们在养厨鱼 大概要养一年半 一年到一年半 那我们的改良种黑猪 跟一般的大黑 我们大概在 像我的话 我们改良种的黑猪 大概在七个半月到八个月 就可以到达135公斤左右了 虽然吃饲料的成本比较高 但是因为缩短了饲养期 整体利润仍旧可以维持 加上租资能够确保品种 在市场上获得了肯定 去年在台湾口蹄一扒针后 立刻外销到香港 不仅售价是台湾市场的六倍 也为台湾重返国际市场 打下强心针 每天就是 我制作好的饲料 然后我们经由这台机器 沿着管线打到 它们的饲料桶里面去 这个是成品 成品就是 所以猪就是吃这个 猪就是吃这个 对 好香喔 因为里面有椰子粉 贝州猪瘟濒临城下 台湾七千多家养猪业者 莫不绷紧神经 十年前自美返台接掌 家中养猪场的郭佳玉 正在制作白猪的饲料 母猪生产后呢 我们还有分冬天的 跟夏天的配方 软磷子 其实就是让母猪 有更好的哺乳能力啦 国家欲为饲养的 数千头白猪 依据生长期 调配出不同 营养成分的饲料 它们吃的东西 都是我们可控的 然后营养成分 都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来的 可是你今天你处于养猪 是你没有办法去把所谓的 你养它的营养 抓到一个标准 年轻一代的猪农 认为台湾的养猪产业 应该与时俱进更科学化 贝州猪瘟疫情对台湾的威胁 可能长达二十年 他们认为政府 应该逐步禁止厨与养猪 我们也是希望说 他们可以对这些厨与养猪户 不管是三百多家 还是还有在用厨与养猪的 这一些厨与养猪户 我们是希望 还是希望说 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 实际上 为了让本土黑猪转吃饲料 农委会续产试验所 也研发了新的配方 让黑猪的独特风味 不会受到影响 厨与养猪 在去年11月 也有做类厨与飼料的开发 所以其实它在大 可以控制更多 厨与养猪有其传统文化 然而在疫病的威胁下 政府应该加快脚步 协助业者升级与转型 而当厨与养猪必须退场 台湾每日2000吨的厨鱼 该去哪里 又是另一个迫切的课题